作词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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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一个完全不懂音乐的家庭生下的孩子 我母亲唱诗比变得女人低巴掉 我的父亲莫名其妙 一二三怎么变成Doremi 这些孩子呢 从主日去回去 唱歌 跳来跳去 他莫名其妙 信耶稣怎么会有这种音乐 所以叫我的哥哥来 你唱给我听 你在唱什么 我哥哥就大喊大叫 耶稣爱我 我知道 因为圣经告诉我 诶 这个很好听 就这样这个家庭 开始欣赏音乐 我七八岁的时候 常常比别的孩子 更早半个钟头到礼拜堂 就是为了要在琴上 弹弹打打 听钢琴出来的声音 心中非常快乐 十岁的时候 我就拿一块木板 画了琴剑上一条一条的东西 用手去打 但是没有声音出来 所以我就用手打木头 口里吹口销 把我要打的音吹出来 那这样一个孩子呢 到了十六岁的时候 就试试看 我自己为什么不做一些曲子呢 所以一年里面 我就做了一百多首 我现在把我做的第一首歌的调 唱给你听 好不好 好 嗯 就是這樣